一位是阮清瑞阮老师 大家可以掌声 另外一位是徐秘宗学老师 一起和我们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921地震到今年就要满第四年了 新郡建筑师在南投灾区所做的协力造屋 到今年10月15号也要满四年了 四年的时间 他帮少族、泰雅族、布农族盖了非常多的房子 而且目前也有陆续正在推动中 对不起问题 然后木暗文化呢 新郡建筑师他所从事的事情呢 其实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可是外界对他人有存在的许多都不了解 有鉴于此 木暗文化呢 在今年921即将要出版一本 新郡建筑师和阮清瑞老师 共同合作书写的建筑对谈 书名叫做屋顶上的石湖栏 两个建筑师关于建筑文化的对谈 再加上我们今天即将举办的这场座谈会 尝试提供给大家更多不同的面向 来看谢英俊和他的协力大屋 那我们今天的收看就开始 首先谢谢各位在星期天的晚上到这边来 参与寻松跟我的这个对谈 那这个题目 今天题目叫县运究竟在做什么 当这个题目定的是说 实际上县运他是在做一些很特别的事 可是整个万一世界对他 不管是建筑专业界或者是非建筑专业界 对他究竟真的是在干什么 这个事情也都还有一些很多问号在里头 包括我自己 我虽然跟他接触比较频繁 那我所以会跟他 我是今年的四月开始跟他 做了一个就是书信的对谈 我们用写信的方式 我写一封他写一封这样一直进行到 现在还在写大概预估还要再各写两封 那之后这个会集起来 就是木马画会出版 这个整个的用意也是 因为我在跟仙俊接触的过程 看他做的事情 来跟他谈话的过程 总是觉得好像一个很大的一团东西 我总是一次只能拨开一点点 很多东西我刚才不会明白 最近是什么回事 所以我就决定说 那我就用写信的方法 我就每次把我想知道的事情 就跟他问 或者想法跟他讲 然后他回信 那也借这个方法 希望仙俊他整个在操作的 他的理念跟他最最底层的一些思考 能够让这个外界有更清楚的 看清楚的这个机会 那这一场也是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把这整个目前进行的书信集 全部都请徐明松大厅看过 然后徐明松他本身也因为他也 也到了县俊的那个现场的参与 还有对之前去年 我们跟县俊合作了一个展览叫年俊城市 这个部分那个徐明松他也有他深入的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整个在做法上 我们事件并没有很讨论过了 我想做法上是一个对谈的 然后就是从徐明松的角度看事情 然后我从我角度也许可以回答问什么 不懂先看两次 这个先跟各位说一下抱歉 因为我担任都从台中处方 高速公路很久没有礼拜天开了 我的运气很好 过去每次往返台中台北大概都是可以加二 我没想到高速公路包括二高都塞在那么严重 所以这不是借口 真的是这样 我刚才听着还搞不好好紧张 结果我现在一处到这个位置 这样我就觉得好了许多 看到各位 那本来其实性医院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921之后呢 我刚好也有机会 然后代表东海大学 我们曾经有工作这里 虽然我现在已经在临船教书了 但是那段时间我在工作 工作队的时候再去参与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 比较晚期的时候 就大概是 其实大概第二年开始 我已经听到谢盈俊的事情了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多机会深入 那也刚好是因为他的东西还没有出现 他有很多想法 他事实上已经在 我们920重圆基金会的一些场合里面 他已经开始报告了 就对所谓这些官员提出他的想法 那我其实是这段时间 大概主要比较关心的人 罗兰老师这个地方 在这个年俊城市 就是当代这个地方 举办的那次展览 策划的那次展览 我开始比较留意这件事情 那当然更深入的 所以稍微更深入一点 是刚好读有一篇文章 那我写一篇评论 不过没有多少字 但是大概是我比较初步的观察 大概一把年俊城市 这边有一本那个展览的目录 当时呢 展览目录 当时把它仔细阅阅读了一下 那因为我本身呢 最近这样 没有对建筑史 比较关心 尤其关心台湾当代建筑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当然后来对 现录的东西 我开始也感兴趣 特别是我们刚好过去成品的学生 安排了一次活动 参观了现录在热月坛 在谈谈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了性质 我并不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不过当那次结束 其实我直接碰到现录本人 那其实他是我的学长 其实那个Runce也是我的学长 所以我今天其实应该 吊子放低 总言之 其实那一次 我跟这个现录聊过天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在灾区也灾过 其实我一年之后我就出来了 他出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没有看到圆景 就觉得这个地方资源很多 很混乱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圆景 我所谓的圆景是说 从我的角度出发 我希望那么多资源下去 当然我们一个 从最直觉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南投台中线 变漂亮了 对不对 那个地方 可以从产业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改善 不然的话 那么多资源进去有什么用呢 当然最近很商界的一件事是 很多房子就自载重建 就倒掉自载重建 政府补助了 他们就慢慢就盖起来 尤其是经济环境不差的人 他们就把房子给盖起来 那现在我觉得 现在目前在灾区整个状况来看的话 除了这个很多小学的重建 有些教育部主导的那一次 就是我们叫做新教育运动 有一些成绩以外 其实我们看一看 大概就是现录运这个地方 就是成绩比较 我觉得比较得难一点 也比较值得再去深思 之后 可能检讨 然后去 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再扩大 因为这里面 其实我想不是造主的问题 是面临到 我们台湾住的问题 可能各位都还要严议一下 是几年前 台湾有个无助运动 无可刮流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睡中校东路 我虽然没有去睡 那时候我在省住 还在联合报 对面那个地方工作 但是很多同事都去睡了 买了一件T恤 我那件T恤 虽然已经有点小了 我变胖了 但是我总觉得 那是一个标示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老百姓是大的 对关于住的权利表达一个抗议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台湾这点是尤其糟糕 其实各位看到台湾的警官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住 政府在住的这个方向上面 没有投注太多心力 而且不是以都市的角度投注心力 这件事情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要检讨 因为住的问题 不止我们是权力的问题 也牵扯到我们今天整个都市环境 乡村环境出了问题 其实跟住的有关系 因为住可能占整个都市的面积 可能被操管的其实 你不相信 如果家里到宜兰去的话 宜兰不是推出宜兰座吗 如果宜兰住的问题都改善了 屋顶也没有铁鱼屋了 所有的饰样也改善了 宜兰就变漂亮了 各位今天到宜兰去 可能可以看到东三河 宜兰河 可以看到罗东宜兰运动公园 很精彩 但是 你们会觉得 宜兰 怎么还是那么难看呢 你不相信 从头城交信一路往下走 城市其实改变并不多 但是宜兰也是我们 台湾最进步的城市 就这20年来 那 好 ok 我回到宜兰运这个地方来 其实我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 其实我今天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 谈宜兰运 我个人认为 因为在宜兰他待了比我久 他投入比我多 就从各方面的角度 我很早就退出了 因为 从这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失败者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其实不是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今天要从一个比较建筑史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我在建文史的角度 不那么是站在完全台湾 因为 老老师也关于台湾本体的问题 其实我完全是 从这两年来 我自己对台湾的观察 那这个观察里面 其实很多是立即在 我过去念建文史的角度上面 那我今天如果能够提出一些看法的话 也完全是在一个 西方建文史的角度 那当然 从这点来看的话 或许这里面还有一些 有值得张确的意义 那因为尤其在最近 《台湾建筑》这本书 这个《新英俊》也列了一个表 非常有趣的一个表 他把他的资历造物这件事情 跟去年的科比医展 做了一个对照 那这件事情 我待会也想跟董老师 有两个讨论一下 那 为什么我先讲完这里 是董老师可以再 所以我们会问一下 对 对 其实今天我们跟 本来要那个 你都叫我阮老师 我都不敢叫你徐明松 叫我名字 好了 我原先讲就是 因为 我把那个 我跟现一句 已经完成了 大概三万多字的 书信的部分 就请徐明松先看了一下 那里头当然 我们已经谈到一些 我们项目之间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了 其实今天的用意去 因为 我之前 有跟徐明松 大概提过 关于一些事情 但我们一直都没机会 坐下来好好谈过 所以我想也是借这个机会 然后 由 徐明松这边 他看到这些议题 他拉出来 他的 譬如类似这样的题目 就是究竟是在做什么 他在想什么 他想要 达成什么 那我们来就这个点来谈 这样 所以还是就是从 我想我们就直接 直接了当 从问题开始 那边先 那还有 今天是因为 今天是纯讨论 所以那个 你不用担心 谢谢你 你是学长 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炮火 激烈一点 没关系 就是 直接对视 用科技 对啊 因为我刚才说 我为什么强调说 我今天不是从个人 因为从个人的话 我就拿学弟 所以就麻烦 我如果从有点是 建筑评论的角度看的话 我的确 这个时候 我就叫谢宁俊就好了 我根本不用在乎 他是我学长 不知道在哪里 我今天就讲 我可以叫阮庆月就好了 所以今天我就放肆一点 那 OK 或许 我直接切入一些 其实我 呃 关系的几个题詞 那这几个题詞 或许我们可以从 我在好读这边 评论开始 因为我在好读这边 评论事实上 评论那本 我们刚才讲 评论事实上 我这边有一段话 我先念给各位听 这是我对这个 谢宁俊最初步的看法 OK 我这边提到说 呃 谢宁俊 他的反技术 反都会的自立造物 这待会我们都稍微解释一下 待会我后来刮 说无可巴黎运动的 延续性的批判与实践 沾染的这个西方 公社无可邦的色彩 OK 那 我之后当然还有一段话 他们三个人分别表征了 这三个人是当时 这个领域城市领域沾染的三个人 一个是廖维利 然后一个是 呃 程哨政套 我说他们三个人分别表征了 对赤度 那我的括号 也可以是一个科救 无奈与批判性的回应 尽管有效的建设 也就是说 真正要改造都市 或改造乡村的工具 给另外寻找 那我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有点强烈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 我并不认为 现营均目前这样的一个自立造物 它有办法变成一种制度 怎么说这件事情呢 也就是说 尽管现营均 他现在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想法 比如说他整个这个营建方式 是用一个协议造物的方式 也就是说 可能是当地主人 或整个社区 自己来做这些东西 那 或许我还可以落到两个点来看 那有一点 我是稍微可能 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只要稍微调整一下 或许他是有机会 一个就是我们乡村的地籍 一个是都市的地籍 这两点非常不一样 在西方 在处理这些部分也不太一样 那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 现营均的东西有点反复会 尽管他最近有一些都会的案子 但是呢 有现营均的这个自立造物 各位看 目前现营均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都把它叫low tech 就是说 他用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来做的方式 所以呢 他房子事实上不肯盖很高 因为这些人他没有受过非常好的训练 再加上呢 因为他有点反那个营造厂 就反我们现在资本主力体系这个制度 也就是说他不希望营造产量的方式来盖房子 所以呢 势必这些东西要把它盖高 但是呢 我在都会里面 其实我们无可避免 饥饿住宅 好 那是一个必然的产物 那当然 其实现营均从最近SARS 他就提出 你看看大都会人口那么密集 所以很容易造成这个SARS的破炎 但是SARS没有 其实大部分很多人都会集中完都会里 其实这些事情 还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现象 因为包括政治 经济 所有的这个状况 其实人类的历史 都是一直往都会化来集中的 那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现在目前来看我们无法扭转 那我们台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跟纽约都会来比 跟所有事业性的大都会来讲 其实我们台北市的都会 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大的 所以 我刚才提出说 他是反都会的 也就是说 现运营这样的一个想法 倒也未必说 一定不能够再都会 但是也不能够 以目前低技术的方式 来完成它 我现在只谈的是建筑预言 那我为什么说 在乡村地景是有可能的 但是工具还是要调整 因为以目前这个 自力照顾的方式来讲 因为政府肯补助20万 那我记得原委会这个地方 原住委员也补助了一部分的钱 那以这样的钱事上 还不足以 而且这个方式 都有点福利政策的方式 也就是说 政府拨借 所以 黄志宏先 黄志宏是华范的一个 基本局员的院长 其实他里面提到一些观点 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说 如果当这个点滴抽掉的话 因为我们说是福利政策 政府益助的这个钱 如果这个东西抽掉的话 这件事情就垮掉了 为什么 就没钱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不能够形成一个赤度 因为我们在讲到西方的这种 互助 或者这种公社性质 是说 大家都有工作 大家在这个里面 大家都可以维持一定的 这个经济条件 你才有办法 大家把钱拿出来 或者 形成一个 互助的公社 来自于消费型公社 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回到这个 路面建立起来的话 其实包括在目前 这个新预运执行的这个 所谓乡村地区 我们把日月潭台南这个地方 像不算乡村地区 其实他最终还是要垮掉 那这个观点有点准开 也说 其实经济其实还是影响 所有这些 所有的活动 一个最关键性的东西 那这一点 我想也是 目前对新预运 他在这个地方操作 其实他做得非常辛苦 其实多少里面 还是这个演出 那这里面其实原住民 他的自发性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够 因为他现在可能在部会里面 也没有工作 但是你怎么让他永久都能够 去在新预运所制造的 这个小制度里面 小体制里面 去维持这样的一个 协力导物的一个方式 这一点我也还 有点怀疑 这个 目前谈到 我想先去看 我们先要看他一个 他有一些基本的信仰 可能刚刚提到的有一些 已经出奇了 那一个 他在 因为他就一个建筑师的角度 来 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信仰 他觉得 居住权是一个基本人权 他觉得 人应该要有居住的权利 像所有的动物一样 是鸟 蚂蚁 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屋子可以住 那事实上 只有人类 失去了这个权力 所以他要 他作为建筑师 他要解决的是 如何把居住权重新带回来 那现在的人 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房子住 土地太贵 房子造价太贵 而且你 实际上我们的 差不多到父亲祖父那一代 在很多人还可以自己造房子 所以他们没有进入到这个系统里头 他们反而有自己的房子住 进入到现在 你说现在反而是一个 非常高度文明的社会 有人的居住权反而被剥夺了 这现象显然 就像那五个蝸牛 那现象越来越严重 现在的年轻人 你说二十几岁毕业 他根本不敢想说 他买房子这个事情 他买房子要二十年三十年来还 那中间什么时候会断头 都不知道 那这个东西我想的 谢英俊他从一个建筑师 他觉得他做一个社会责任 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的手法上 因此 我们刚刚那个圣经中提到 比如说 反技术 反都市都会跟这个有关 他反技术的原因是一个 第一你要重新把 因为人已经不再相信 我们现在人已经不再相信 说我们可以自己盖房子 可是我们的祖父相信 那这个差异在哪里 就是在一百年内 五十年内 你的整个信念就破灭掉 这破灭是怎么发生的 在五十年前的整个人类世代里头 人都可以自己盖房子 可是在过去五十年 人忽然不能自己盖房子 那这里头出现问题 那这问题是他觉得 不是说必然的 那问题是一个是 因为技术被高度的困难化 而且被集中化 而是变成少数的营造厂 才能做盖房子 乡村 连乡村的人都没办法盖房子 乡村的人都要从都市聘请 里面的专门技术人来盖 所以技术被不必要的高度化 那高度化的目的 他觉得里头去有一个要 要垄断的意图 所以他要反向的把技术再补给化 让技术变成人人都有的东西 你假如这是你自己可以生产的 你就不必去购买 你不必去购买 你就可以自己盖 那这是他 那这个我们假如说 只是简单的用反技术带过去 可能会有点太快 那他里头隐含的是 他的挑战 那个技术被变成资本 那这资本你就必须去购买 那跟刚刚你提到的 那个反资本体系其实是一样的 他认为技术也被资本主义的体系收编了 那他会选择乡村操作 当然那有现实不得已 因为都市的土地太贵了 所以他不可能的土地 可是乡村的土地 像他少族的那土地 是直接占领下来的 没有花一毛钱 那他这样才能操作 因为土地的权 那个已经不是他一个人 可以用技术解决的 所以他选择乡村 那在都市里头 他是似乎看起来 有一些反都市的倾向 他也认为都市很可能 在三十五十年内 任何一场生物 像SARS 像任何的危机 都可能把都市毁掉了 那他的理念是 我想这个理念 并不是反都市 他是反单一的超纳系统 就是都市 我们目前都市在操纵 比如说 可能其中一封信也提到 就像台北县最近 苏贞昌他宣布说 他要把台北县做一个环状的 这个结合系统 把他们全部串起来 然后所以可以跟整个 市中心的这个系统结合 这个是更大 更大系统的扩张 就事实上台北市 马上就变成是一个 八百万的人口的城市 那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从县俊的观点来看 这是个坏事情 因为你只一个都市 变成更超大的系统 他在想 他认为 事实上 在信里头我们也提到 他相信是一个 微系统的东西 社区微出发的 然后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 一个自主性的 一个体系 而非整个 整个超大系统的东西 就是说 你所有使用的来源 你要买东西 你要供应 你整个系统 是在这个超大系统的范围里头 那这个系统 任何一个地方出状况 整个系统 可能全部都会停掉 那像SARS 一个地方爆发 可能整个八百万的人 同时陷入危机 那他相信 社区型的微系统 每个系统是独立的 因此 他们有他们的自主性 那这个自主性 因此 他的一个微系统 其实跟他在少族的 这样一个规模 可以做lake 那在少族 实验的事情 看起来在都市里 是不可能 都市那么庞大 可你把都市想成是 一万个微系统的话 他就是一样的东西 那在这一点上 他 我会觉得 他反都市 是反的是都市的 超大系统观念 他并不反对都市里头 变成一个 比较有机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可能 可能是他的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部分 对我想 刚才那个 亲人特别提到说 其实我们本来在 幸运镜业聊天的时候 我其实最直言就是 都会的事情 那当然比如说 都会当然有可能 可以 比如说当然台北市 是以他为例的话 当然可以有些社区 有可能可以 自己做自主因果 就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台湾 连那个 连花园城市都没有 花园城市 再像过去 比如说 本来说淡水性市政 他其实算是一个 像他那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有可能 他可以自己自主 比如三花园 但事实上 我们台北市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其实是没有这个系统的 那要不然台北市 把它分成这样的系统 其实目前来看 可能性并不太大 那更何况 这个都会人口 因为 大概目前 我们大概 70%以上 那其实 其实乡村的地景 是有一些问题 但他始终不是最强 有种的 比如你到乡村去 其实大会来就是 省到周围有点乱 但是事实上 乡村里面 他 你只要稍微改善的话 其实他的景观 可以改变很大 比如说你不想引到西窝去 我觉得你要把西窝 变得有点可爱 其实比较容易 那你要把台北市 变得可爱 比如说 中和啊 或者是 什么卢州这一代 你把它变改 其实都会很辛苦 因为他那个地方 目前到处设施 不方便不太平 那更何况 以我们整个台北市 大都会 其实刚刚到新竹都是 你看 已经速度 的人之间的连结 然后 我觉得 这个大都会的形成 其实是无可避免的 那问题现在 又当然出代就是说 这一支影 其实他需要很科学的研究 就是说 西方城市 其实大都会的状况 目前看来已经成型了 那 东方其实你看 汉城 你看 东京 京都 其实也都成型了 那当然 现在 就是说 比较相仇事 要把这东西给刮紧掉 其实 他 可能性并不太大 那当然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我先承认这个机制存在 那 承认这个机制存在 并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 SARS这些状况 暂时 这事情有点复杂 我觉得像柏林来看 或你看汉堡这些城市 法兰克福 他们在大都会的整理 其实做的蛮OK的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住在柏林的郊区 那 其实他也不完全自给自足 那比如说 你做一个捷律系统 一捷律系统很快速 把所有这些 大都会 周围的 全部串起来 那事实上 他们重要的活动 其实都还在大都会里面 比如说看一场电影 或者做比较大的效果 基本上都还在这里面 更不要讲的 政治经济活动 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 其实 由于这种 透过速度 就是交通工具的快速联动 其实 带大都会里面 反而比较有可能 有时候享受 尤其经济状况好的人 可以享受稍微好一点的兵子 不过当然 因为我们谈到居住前的问题 就非常好玩 其实在柏林这些城市 其实反而都是中低 收入享受比较好的兵子 我这样讲大家有点怪怪 就是说 你这么说好 他们也照顾到中低收入 就像这一次 如果有机会到柏林去玩的话 你坐那个捷运 你坐30分钟出去 然后你会发现 住在那附近 就说30分钟 你下来一个捷运了 结果在附近活动的人 不是中低收入的人 可能是土耳其人 在阿拉伯 可能是德国的中下阶层 那生活品质并没有不好 那当然这里面马上回到 刚才阮性人提到居住权的问题 我们当然我们提 胡克瓜尼 当然就提居住权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居住权的问题 然后解决它是一个基本需求 我还更关心一个 你解决它之后 就是过程当中 你要使这个都市变好 你不能够让大家都可以住 很多人都觉得新加坡很无聊 我也觉得新加坡那些房子挺无聊的 他们是解决居住权 但是它把房子弄得有点无聊了 这些事情很严重 那很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因为它的规划方式 太过单一了 太过短时间形成了 因为从三十几年前 你光要介入 突然必须要这样 因为它时间非常短 它没有时间允许你去思考很多 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 还形成很多有机的城市 一些有趣的现象 所以它就直接介入 你看新加坡也很大 现在盖11楼 现在就盖22楼 因为不够了 然后会不会环状结局 就把所有这些社区 就连接起来了 但是我们台湾现在是 倒着来说 这城市先把它搞毁掉 就很混乱 那我们现在再来整理 那有些城市开始整理 有点味道了 那当然这里面我大概会提到 关于居住权的问题 跟故事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只是解决居住权的问题 我刚才以新加坡 它是一个例子 那有人觉得新加坡 其实都市环境还不错 但我现在讲的是一个 更有意思更有趣更有机的 都市环境 新加坡是没有的 这点也是我们业界里面 不断来批评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大家有兴趣的 像柏林 像巴林这样的城市 主的问题也解决了 但城市也非常有趣 非常多样 那典型的 那种消费型的都市 有那种吃饱 每次干的人 但是很有品味的人 当然随意晃荡 但我们台湾 有机会这样进行 但是有我们都市 好的这种工业不太多 所以呢 其实这样的消费方式 我们台湾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市内进行 比较不在公共的空间 这点大家有点 所以刚刚谈到的 譬如说在城市 当然城市的这个高度集中化 工业革命后期术 是不可避免的 那是必然性的 我们也不可能 就逆转这个现象 但是城市它的高度集中化 是不可避免的 它不表示说 城市就定是要现在这个样子 目前二十级操作的 城市的模式 未必是不可逆转的 那城市的集中 也许是必然 可是城市是不是该这样 我觉得这是可被思考 我在看最近那个 新加坡一个建筑文学者 叫William Lehm 他写了一本书 他在讲亚洲的叫 New Asian Urbanism 现在他们可能谈亚洲的都市 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里头当然他很严重的挑战 新加坡跟香港这两个城市 因为他分析了 那个数据我没带到 他基本上讲 以香港为例子 或者香港的输入输出 是什么 他的香港就是 大量的 从中国输入的 新鲜的蔬菜 米 食物 然后水 他输出了 垃圾 那些废料 再输回去 他基本上是 就是说 事实上是 上层的城市 跟下层的城市 用这种交换方式 在进行抗得 那上层的城市 并没有负起他自己的责任 他自己并没有生产他的东西 他也没有消化掉他的东西 那这东西事实上 我觉得是现在都是 很不应该的一件事 那所谓的 刚刚谈到那个 微城市的系统 事实上就是说 不是说 要你在那边自给自主 而是说 也许我们可以思考 这个三万到五万 或五万到十万的 譬如说你的社区 是一个 微城市 他在微城市里头 包括他要对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基本东西 要有一个规划 譬如说他的污水系统 他的垃圾 这些东西 他用比较有机 有序的方法去思考 他的 每一个 每一个小小的城市 都要对自己 各个负责而言 而不是像香港 在对待 那些落后的贫穷的城市 一样 就是把他们的食物 拿来 还给他们一堆垃圾 不断的进行这样 整一百年的过程 那这个 我想这不是人类城市 应该有的方式 这次来产生很大的问题 这个有序性 完全 已经是很严重的被忽略掉 城乡的差距 不断的拉大 拉大就是说 他 他不断的就是像 我吸取你的资源 然后 把垃圾丢还给你 这种循环方式 这种我想都是可以被质疑的 我觉得城市是 城市的 目前这种城市的高度激增化 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在眼前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它 城市是不是要按这个样子 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可备的 好 其实这件事也蛮好玩的 因为 就我刚才 其实最近 我想二十四季开身 尤其是现在开始 关于环保 利益当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刚才也 不会否认 刚才 像这个软件 提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是 或者讲我们想要说 你怎样 透过一个大部位 但是我们把它分去 可能可以 去处理一些 关于污水 或环境 环保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现在这个 跟大部位的这个 集中 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 并不会充可 会不会充可 那其实 其实有以 比较欧洲比较进步的国家 像北欧德国 其实你可以看出 就像隆一台演讲 大家比如说 你买了东西 那个垃圾袋 就在钞椅上丢掉 为什么 因为它垃圾特税 不得了 你如果在家里 有个垃圾袋丢出来 那就很重 那 那当然 像德国这样的国家 或北欧这样的国家 这些国家 其实它也都比较重吃的 一件事情 但是呢 因为在这些 比较进步的国家 我觉得不绘化 看出其实没有停止 但是呢 这都会化的状况 其实它未必不能够 一定解决掉 環保和逆建筑的议题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 并不会 从我现在讨论 縣医院的事情 我觉得它 比如它反都会有事情 那 那当然 我觉得縣医院反都会 它反的 我觉得有点无力 那当然 因为它讲过事情 都会 不过度集中 比如说 比如说 刚才这个 那我知道 但其实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赤路 回到赤路 另一件事情 我其实还是对縣医院 它所有的操作方式 目前呢 比如说縣医院 它所有的操作方式 我们看到它一栋一栋 盖起来了 我一直在关心说 我刚才为什么说 它东西可以改变 有可能可以改变相争地 因为我的经验 就看到很多 比如说 歐洲大城市的周围 比如说像 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那 由于 正乡地方 它的城市的改变 没有那么快 人口不会多出几种 乡村地方 那 也有可能 大贵的人 会来买个别墅 这种状况会 那它速度不会很快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 可能自力造物是一方式 也未必要自力造物 其实 伊朗王声援他们 也讲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去发展一些材料 那我们那个投资 都很懒惰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你有办法发展一些 它可以使用 也很便宜 也很不错的材料 搞不好它就用了 因为他们去盖这些铁铁 完全是一个经济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它很便宜 很好施工 去行钢 容易取得 然后其他就把它搭起来了 就是 包括性移民这些事情 就是它的治療道 也是这个状况 但大贵的房子 盖得更漂亮 所以如果有帮你 从这个地方去发展的话 发展一些不同的类型 直到他们现在也正在做了 但是呢 现在就是我觉得 最后还是要制度 就是说 跟顾文要下去配合 为什么 因为你还在土地的问题 因为现在可能 比如说 刚才比较少数 土地是这样一个人 那问题是 其他地方呢 你说顾文如果 不在于商量配合 不在于商量配合 你没办法形成一种制度 它最后只会是一栋一栋 可能接应这样 发展出来的类型房子 明明散散的 在我们的乡村里面 占据 就出现 它并不会变地景 因为它太零散了 所以它还是要有效的 有规模的 有进化的示录 那这样的话 它有可能会形成 一些不同类型 但是 这些不同类型的东西 都是跟地方有关系 我相信 比如想 那些朋友问我 说 奇怪 从桃园北部到桃园南部 地景应该要改 北地桃园 它说桃园南部 是住克亚人 北部是住黎明 就是很不应该 那为什么地景 一样 这个很不应该 但是你要说 这个地园有时候 是看得到的 就是材料形容不一样 尤其是但是地方 是有两个不同的 从桃园南部 来看的话 它其实使用桃园 旁边的材料 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 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 那我们不去 牵扯这个 关于桃园市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 也很难用非常科学的方式 来讲 我们不是说 这个景象 都不可避免 但是 在21世纪 要加入桃园的议题 我觉得这个是要加入的 但是我觉得 短时间它 不会腐坏掉大部分的 这个状况 但是我其实比较有兴趣 还是希望看 谢益俊的这个东西 那这下就是 一个很迷信 因为它有可能 想要这么多忙 对 我想 学生提到的一个事情 是蛮关键的 就是资格深入这件事情 那你也提到 好生远的对比 是他们两个都是在做 某个商场 都在解决这个 住宅的问题 那他们的切入 是正好相反 就你说 谢益俊是在选择题之外 把深远是非常成功的 从体制内开始操作 因为它操作到 上次就在法规上的改变 再度计划程式上 一些 一些 跟权力单位的对话 而能够下放下来 影响到下面 谢益选择的是 完全体制外的 他们进入到这个 这个制度里头 那这个里头 我想它 跟它的整个操作的方式 因为基本上 我觉得它认为 它在做的是一个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本身 它就是挑战一个 既有体制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本身 本质上 它就是要是对立 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 不一定是它要提出的是 可以放置四海 都可以用 它还换起一些意思 但换起比如说 居住权 对一些已经存在的 比如说 弱势 弱势族群 对贫穿的人 这些居住权的问题 那它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它要把这个议题 带到一个社会面 换起整个社会的这些事情的决心 那 黄泉有操作方式 事实上 不是这样的 所以直接就记录到 它就去看那个 这个延安的现状 多日计划里头 在体制内有什么地方 它可以 它可以 包上帝的 而且借着它的插入 这个事情 对社会面的正面性 这个是好的 他们的一个 所以因此 那个自立招 本来就 就像你讲 它不是唯一的答案 而且它也不需要 谁的答案 它是用一个行动 它借着一个行动 把它背后的理念 伸展出来 它不可能 也不可能 我们当然也不可能看到 它有这种 能够拿入了这些法子 可以用自立招完成 它是不可能的 可是 我想关键不是说 那个工法 是不是合用 它这个里头 我觉得它是一个 这个社会运动的 那个理念 期待到我们 那个是它最重要 最关键的 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 真的是 台湾五十年 我觉得 建徒师 因为信医院行政 他很不是曾江的 因为 或者我先简单 迷述一下背景 就是说 其实 各位可能知道 夏朱九老师 曾江这个地方 其实他在 详细的使用 并不太清楚 2014年 就是代理的 所谓是这样的运动 那事实上 他也是无可忘记的 但你可以在 成家之间的关系到这样一件 那当然 今天他们 这里 这个成家研究所 去念出来的人 他不建立即职了 我们就随便念 就可以夾着来 就是 林盛峰 现在是政务委员 康景真日 金建会副主委 才会是 民政局 OK 对 我可以注意往下 其实他们掌握 这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当然 这里面 他还继续在 跟我们建成都市有关的人 他会一定负责 比如说张瑜传 他就不关心了 因为他一定会负责 那 目前还关心的人 也比林盛峰还还关心 但这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关心 我会不一定那么的知道 那我在讲 都在公共问题之间 那 之后呢 当然就 陈江之后呢 我觉得 我应该先说一下 台湾的金融市 我真的是 我觉得完全有所意思 所以为什么 陈英俊 他转了手 他会 我就用宋奇云用来看 为什么 因为 他不足行动 所以概念 我现在讲说 他是一个 社会中文件的金融市 我现在想起来 真的从来没有过 所以陈英俊在金融市 台湾金融市 一定是有的 即使他没有解决问题 但我们现在 有点苛刻 所以我们就说 你既然 这一步走出来了 但我们不能够 苛刻借定他来 解决问题 但是我觉得台湾 有些反应太糟糕了 他没有东西做出反应 比如说我们目前 看到比较深度的 这些是他法办的 来金融学院的 我们是在这篇对话里面 其实 我看了几次 我觉得他有挑出 一些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 高科技或者是低科技 重要的是说 你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能不能替我们建筑 有找到文化 或解决问题 我先讲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 可以赋予它文化意义 这才重要的 你是不是可以 跟Hi-tech 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 你没有建筑有环保也OK 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你整那么多 其实没有用 那当然我刚才想说 我为什么一直观念说 这个 乡村定型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这个 现运的东西 他最后要发挥一个 最大的功用的话 也就是说 我记不记得反应力 我读一句话 就要反应力力 要检讨的话 我就找出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在目前 现运丢出来的事情 就去研究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反应过 对不对 关于工因化这些事情 那当然 有趣的是说 这个线面在最近这本 这本章 这个产品 他做了比较 他把他的所有 其实就是里面 他的这个自己照片 里面大概有两种 BG1和BG2 他跟科比E等 一些关系 做了比较 我去出发之前 有个朋友 赵丽敬 因为赵丽敬 做过辩论 关于这个对照 合不合理 对不对的问题 那可能 我不知青人 很多人 对科比E的概念 那 这里面他说 他觉得科比E 已经不符合时代了 但他不许 不否认科比E 在二十四季初 他所提出的 一个关键是不对的 那 赵丽敬 今天 早上特别大 给我做一些 跟我讨论那件事情 他觉得说 他觉得应该 再有一些场合 应该把这件事情移行 那当然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会长 他把他做的这些 所做出的解析 跟科比E的都会做对照 当然 我是觉得 你问是有些是不妥的 不过 如果在这个 反正讲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 会觉得 我们从建文的角度讲 不要那么严肃去讨论 因为静静也不是做建文式研究 有这样的比较 当然里面 有时候会有点初误 有点初误 不过我比较关心一点 其实如果 幸运之后 他是关心一个更大的问题 或者这件事情 可以再去被掩飞出来的话 他不能够只是关心 那个 房子本身 这个是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 那 因为科比 他之前在 二零年代初的时候 二十一年代初的时候 他提出他房子 他其实想可能 是那个都市的问题 那 幸运居目前 讲述时代话 我还没有看出 因为他版了都市 所以 他就是 反他 但他并没有提出 怎么办 所以这一点 今天也让我比较 觉得 或许不是他的责任 是我自己应该去分析 就 把这些所有的工业化的东西 其实他问题 一个更重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幸运居这样的工业 因为他原演的制度 原演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比如说 非政治的系统面 我觉得部分也已经存在了 就 关于这些 心理 钢架 所以说 里面都有在用 那我现在只说 这个东西有没有很像 像澳洲 已经把那个 部门去把他发展 我觉得这次是有趣的 那 我刚刚提到黄生了 其实 如果各位最近 还有到 有可能看 什么叫明镜的地景革命 其他会讨厌出的事情 那方好这个 幸运参加了 那 这边其实有很多问题 其实 我不想出现黄学人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黄学人角色 在里面的公布门里面 其实还是脆弱的 我讲不显然是 伊朗公布门的角色 你看到没有 我在讲制度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明镜的地景革命里面 里面 里面有两个反对声音 因为曾旭正 正好他想看不去 所以里面有两个反对声音 有一种 他现在是这么为 一个是 曾经是文化局局长 那文化局局长 他是会用一些别人的 所以呢 很有趣一个是曾经 就是原来有这种武器 那两个现在都在公布里面 那 曾经亲戚对伊朗说 很失望 因为他自己推了 那很失望 那很失望 那很失望那一次 会待会可以再延伸这个意义 然后最后期 还可以回到 人质地照武器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 宜兰说 跟资金导物 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觉 而且 目前两个 这个活动 或两个事件 我觉得已经都到了 走到一个活动了 就是走到一个活动了 但是他不是不能够再往前走 但是 剑儒界跟我们 就送一圈子 他要去找这些事情 如果是引导的话 就说 可以啊可以啊 G网 非常耐心 在公益里面上 建设一个东西 对 你把提到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工具 就是说 建议去把它拉住了一个引子 但是这个引子 从一个点 要变成面 面的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它必须有一个工具 它不可能一个人去 完成这些事情 所有的工法的改变 所有的其他不可能 一个人完成 它不可能一个人 把全台湾住在问题解决掉 它必须要特别 一个明显的工具 它这面的工具 就是什么 这个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在实体上 一个是在意识形态上的 这两方面的它能产生的效应 在实体上 实体上 可能是刚刚你提到的 它体制 它要不要介入体制 在体制内产生影响 如果能够介入体制 既然从从二下的开始 它比较可能 从下去往上颠覆 这本身是比较难的 所以实体上 目前还看不到 它的全面性的 比如说 可以 社会运动 它的革命 会成功的 气阶还看不到 那这个东西 我比较有看 它可能 他 谢英俊 他只想丢出来 他是挑战的一个建筑师 台湾建筑师的角色 就刚刚也是提到 我们看 台湾的建筑师 几乎没有人 像他有绝对社会公益性的 在看事情 他自己干扰的事情 或自己对社会干扰的责任 这个几乎是完全 好像说是不用担心的事 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谢英俊 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事实上 他挑战了其他建筑师的良心 其实必须要问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一样的想法 我为什么不关心他人 这个东西是 这个是蛮唯一的 就是为什么会采取保守抹 抗拒态的事实 它已经颠覆到你的本子 你的角色 那这里头 那这里头 事实上它再延伸下去 是因为建筑师事实上 你看到现在建筑师的 能力感是很大的 因为它已经处在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工范结构里头 它建设到庞大的公权力 庞大的资资金的掌握者 那个力量 就是因为建筑师 在中间的操作 的那个 就是坏手 可是它完全没有处权 总是一个就是后面政治权力 或是自己权力 都牢牢的控制住 那这里头它很多无奈 那整个它已经被架在一个 就是公判结构了 那先去它脱离掉这个 这个政权力 脱离掉经济权力 解构 和个体的方式来 所以它可以 那我想 这东西它是不是能够 它是不是能够 它最后的概率 十栋或是一千栋 关键不大 而这东西做下去 它产生的影响 我觉得它会在意识上 假设很多 现在既有的建筑师 它无法改变自己 但我想在未来的建筑师身上 这个种子应该会出现 也许十年内 会有二十个人像那样 也许二十年后 会有一百个像那样的人 那如果一百像那样的人 这一样会变大了 所以它目前 它产生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是在意识的意识形态上散步 其实这一点我完全不够 但是会有几个 因为当然是在带来很带来 不得应该有带来吧 因为我觉得也是有办法 因为其实 那我们不能从我们的传统去找 那当然讲的不能从我们的传统去找的话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 那些都会争议 所以我每次在讨论语言的时候 我老师要跟周围的老师讲 就是我那个光华山老师 我们东海 中海老师 这是令人尊敬的老师 可是这我当地中 在台区的民和国都民和国家 我们当计划主持人 我们是副主持人 我们就做一个报告 然后报告完地 所以我们回来的车站 他就一定喜欢和意见不一样 那这个意见不一样 其实也反映出一些 非常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当事分子 尤其是我们建文专业 都在这个建筑语言的草旧里面 科旧里面 那这里面有一个 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我们要看健康语言 我把自己获得来图室 或许问题就不能有 因为图室的时候 那个语言 他就很难去讨论 你怎么讲图室 他就会有保存 比如说 新闻丁那带 我家去给大家遇见 我打到城 他忘了保存 他没有见 你只要把这个图室 做好 该保存的保存 该做图室设计 该做图室设计 该重处重处 该放置放出来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建文室 找到来 就给他一个平台 让他表演 我管理事有点想说 我管理人情味也没有关系 反正大都会这么多样 而且这件事情 看来也是无法控制 因为有些人就可以讲 可是有些人就 还有 根本已经没得受罪了 台湾 我今天还跟他讲一件事情 我说 美决不好 没办法我骂人家 我说我真的没有评计 这件事 他只能对了 不行这样 虽然我心里有时候犯底部 不能有品牌很差 不能够这样讲 为什么 那件事情是被社会制约阶段 所以 他是整个这个 他就见到一个 就是我都要由下而上 或上下 为什么以前 我就问过林曼妮 你也就见到一个肥肥管的官司 我说 每次买到你 角色 你会听市民的一天 他说市民一天 我真的都会逗客 他说我管理 由于在翻译出一战场的时候 我就是要给他们最好的用选 也就是 要带他 我是要引导方往上 他care眼镜 他care你真的市民 所以你还能够办一个什么战场 他不太care的眼镜 他道路说 一定都没有什么 市民的一天进来 他市民一天进来 他就还是不能回来 我为什么有点 去谈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 现在台湾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 我一直谈都市 这个都市的问题 比较广义的都市 其实在乡村也比较好 今天我一直觉得 一个县衣区的东西 他必须有可能 去借由他的建物师 去整理我们的项目 但是我们必须要找个东西 也要 建物师 也就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建物师 那现在当然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的建物师 都被体制吸收 刚才讲了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我们这建物师 他一直因为被吸收了 所以他没有什么好抱怨 里面有人有赚钱 有人没有赚钱 但是他们都共犯 那我们台湾西场 如果按照这个状况来看 这一建物师 如果我们有反省 我们大概就 以后台湾会有集中 还不做建策务 但是我们都市会继续 安排 各位不要怀疑 这件事情 北域高开了以后 伊朗也会让你离开 没有错 伊朗有黄生 有一些不做建物师 又如何 会说一边坦多进球 我告诉你 那个速度是绝对比黄生 盖了黄生 所以那个力量是 没有的 但是我们看台湾 最近在工部门的介入 上面已经是麻利了 一通还盖很多国宅 黄维明在伊朗改变国宅 其实我也是有 觉得这样的地方 都讲的是政府 包括说黄维明的胜利 就是说那个 政策出容 你在那个地方 盖一个那么高 什么的事情和饥饿处宅 我觉得 花很多钱 不知道是国防路出来 依然建政不出 我觉得姿态就是不对的 那 工部门的介入是有用的 但是因为他们 现在都不太敢盖国宅 但是最有效的方式 还是要工部门 提供平台 为什么 因为国家有土地 这是一件情况 再者呢 你可以 定一些可能的准策 但我觉得不是宜蘭先生 我们这样的定款 因为宜蘭先生的定款 要说要写屋顶 要什么 我觉得可以更宽松一点 重要的是说 国家要先把西部设计做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在这个区域 比如说 宜蘭老了 宜蘭市老了 我先做一个西部设计的规划 什么地方后面 什么地方要开路 什么地方要开路 先把这个平台都做好 然后找建文师来表演 这样的话 这里面可能有部分是处宅 到底也不否认 在有些地方 如果是的话 但是有公盟 也不要排斥 可用目前的营造体系 来建 有公盟 他的土地 然后他当业主 那种意思吧 所以那个成本 有可能可以降低 但是应该会有些问题 也就是说 他会破市场集资 也就是说 会破坏 我们两个市场集资 所以建商交流 也大糊涂 为什么 因为政府干操停止 又可能又好 然后又停 他死了以后还蛮建商的房子 是不是 那这里面呢 会牵得到很多政治经济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唯一目前 改进主板经济 你看我刚才提到 做西部设计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里面 什么地方有公民 我当然建立目前的方式 而他的实在 他怎么可能干得到建物 又提供一些类型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 我有最后 没有 说建议不能都只是 强一的建物系 他还要强公布 所以我会想要调整 民生我现在当政委 但我觉得政委 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因为在宜蘭错认的事情 他就觉得 这些建物是为什么不配合 为什么不安保护者来做 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建物是不安保护者来做 以现在建筑的方式 不安保护者 对不对 你就让他调一调 你只要那个 西部设计做得好 我们不可以和宜蘭 是不是有民居这件事情 一样 你现在有民居是一种想法 不可能让他弄的一样 不可能 像辉州建筑 是辉州民居一样 有什么意义 现在有21世纪 你到柏林去看 你到很多地方都想想 新建就是新建筑 旧建筑就是旧建筑 新建筑搞得像是旧建筑 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如果有些人 有些人会变相 走去干净都反对 我们也不反对 最特别就是这个样子 对 刚刚先说题 关于都市跟建筑 单体建筑的关系 我也很贊成您的看法 我觉得单体建筑 对过度化的 强加重要性 其实21世纪的关键 是多数个问题 建筑的问题 建筑的那个 美学那个本身 也过度夸张 那过度夸张 我是觉得它 它是因为是 它必须要被商品化 商品化 它必须炒作 背后的那个 就好像流行的东西 不然它就断的 炒作出一些可销售的 大师版 大师版的商品的一些 码码 这里头 其实建筑 我们说住宅 从40年前 工业住宅到现在 就变了多少 你的信义的 下距离会在炒的 很多信义之心 它的平面 跟30年级的平面 又有多大的差异 很少很少 居住行为 平面 其实后来多少 它只能在 附加账品上提升 提升你的购买性 那这里头会使用 建筑单体的 它就炒作在美学 在品牌 在一些事情上 夸大 但是真正的问题 是在都市上面 都市本身上 所以各位都知道 说 我们台湾为什么 那么多精彩的室内空间 你看 你不像这里也是 因为我们都市太长 因为都市啊 你要动它 都市这种笨人 你要动它 限到这个事情 那你找 为什么 因为你 比如说现在以台湾市啊 它可能自己展触了点 自己不是很合作的 因为我们土地说法 怎么改变得走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我现在就很必了 我们工部門怎么去 去把 都市设计的环境改变 这都市的环境改变 很困难 那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土地 如果可以看一下 我们华山英文特区啊 华山这条路上面啊 其实也很多公家机关 可能已经废掉了 不知道怎么长的 其实我经常想 那些东西拿来玩 像这个多个工业性 其实会搞出很多环境 我们不应该 那这个存在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需要一些 是一个 流动性的 流动性的东西 我觉得台湾 台湾 其实极度缺乏这个东西 那虽然 其实在台湾也动起来了 但是 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在乡村地区 边地很多嘛 对不对 那人管允建的问题 不那么严重 但在台北市 像华山英文特区 那种不好 那各位所谓记者 是不是 那个地方 又变成一个 那你随时想 你却不是只是说 把这一区弄出来 中校东西 然后其他南北路的高校桥 但是那个地方 你让人会觉得 你看起来的里面 还像苍狠 所以你怎么把它变成 你有欲貌的那种设计 但是有机会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 这个 这部分的人才 所以这里面会牵涉到 建筑教育 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坦德不完 因为我们台湾的建筑 建筑教育 目前啊 那时候还讲 我们刚才提到建筑美学 为什么 因为所有出去的公交 建筑商法的问题 为什么你出去面临第一件事 就取得这种案子 但是由于学校没有教 他出去都没有机会学 如果他没有出国的话 如果他们叫了 那个陈灯期 还跑到新加坡 去跟你们 都读一段学 怎么去 只在一年 他可能会找到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 里面他就从公 公共空间开始改变 就你都里面去 那很多品质 大部分都是 那种 地板也属性 那你看 一来的四国公社 为什么 这个地方是私有土地 花太多 所以你要动它很困难 他们已经有欺負自己 那是很困难 但是动在这边 动在这边 动在这边 不像台湾是 你看他们也是 我们的行为他们运动 就很困难 但是我们政府会 花力要在那地方 力要花太多一点 那我们就也有 改革民主政策 真的罪了很多人 所以像老师傅上来 我那时候建议他说 你只要经历 你只要大财子 你只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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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悲哀 就是台湾的市民化 他就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民主化 那有时候 有很多人 平民心 我会想说 先来集权一点 他也是因为 你只要你自己的 就集权的民主 如果他可以集权一点 他慢慢再释放出来 以后把架构整理出来 那以后再回头整理的时候 就找到那么大的 在台湾整理完 就花掉这个 这样子 你现在只要动了都市 就花掉一堆钱 所以这次 但是后来两个建商都撤出了 那撤出当然跟经济整个状况不好有关系 再者是这个建商或许看了黄生很容易 看了造型很容易 不那么稀人 一绝大方的盖子再卖户出去 这个是另外一个增结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空间的 而且我们要游说更多人 就说我如果不从工部门下去了 我们要游说哪些人 我要游说当中人 我要游说黄泳星 对游说殷勤 甚至有可能 因为在西方 西方其实一直都有这股力量 就说一种民间的力量 比如说意大利有个叫奥里贝迪 我们做打字机的 他在战后就是在二十一弹之后 他就退出了 这种为他的劳工 推出了很多大型的这种集合处长 有些都比较低层的 大大在德国法国都有 因为柯比一在1925年 当那个在北萨克 就在西部海外 那个要盖成那个 那个也是劳工处长 就是说 当然我刚才讲 奥里贝迪它是更规模的 一个整一个造证 而且更大的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这些大裁创 其实有些人 我觉得是蛮有良心的 但他们现在想 还没有意识到 这块是很重要的 他们有多少劳工 他们如果愿意 来做一些 点判性的尝试的话 然后把所有 对台湾最优秀的 金融市找进去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条路子 但是我们金融市 好像从来没有人 想要游说这些人 如果在座的 有点办法的话 还是做一些 不是 因为它会取代公部门 也就是透过民间的力量 那这民间的力量不是 现在因为自己一转盘 那民间要太微薄了 或者我们在这边赚 可能假装五千块 把它捐出来 就不是这种 一定要透过一个 公部门的力量 非常有力量的 他才有可能去实现一个 典范 那这个典范 那么可能会给你进去 因为你没有尝试的话 你没办法经验 你没办法从里面 找出错误 因为台湾的动化 可能跟国外的动化 又不太一样 我听起来就是 所以我感觉上 你一直在谈 就是Public Housing 这个方向 就是极核住宅 认为极核住宅 是一个 不管是从私人资金 或者是公部门 切入是一个 有效解决住宅的方法 可是这个事实上 其实是跟科比一 那时候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科比一也是这样相信 他是用大批的 这个 Housing 用公部门的力量 进去把整个 解决掉这问题 那千俊是不是这样想 我不确定 但我现在感觉 他比较是想 鼓励每一个人 可以自己 掌握住自己的一个范围 就是我掌握住 我的居住生存权 我这个居住生存权 我这个居住生存权 不是政府富裕的 或是一个大产丹富裕 给我的赏识 给你一个方法 把你解决掉了 你的住宅 他让你回到一个 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一个范围内 那这个东西 可能是第一个 它要建立起 你对自己的信仰 你要相信我有能力 控制我的生命 我有能力 帮我的老婆小孩 盖一个房子 那这个信仰 如果能建立 其他人就免贪 那其他人免贪 你就必须要等待 政府或大灾人的解救 他不解救你就死 可是这个 等待这个 已经等待了一个世纪 从科比义 192几 就开始等了 那事实上 没有解决掉 那是不是还要继续等待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那个公权力 这个东西 它的角色 假如你是说 谢益俊 当然有能力 扮演一些更上层的角色 那我们随便 这个我是个人 我们随便 就是随便设计一件 就去看 他能够扮演什么 我现在想了 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当 不分区立委 监察委员 或者是 中东大选局 某党的站台人 有没有可能 然后应不应该扮演这些角色 这个他就马上 就可以跟一个 全力结果结合 而且他事实上 他应该也可以 产生出某个 程度的 跟权力结合的时候 产生的效益 跟他的价值性 刚才你举那几个政治人物 大概都做不了什么事 有些人立法委员 这是会更面糊失望 不过 我再举个例子 给各位听 其实我愿意在长时间观察 像我最近看到台东县 台东县 现在有一个新的独发群 叫卢维平 那 我觉得独发群局长 这个位置很重要 我今天 他问我太太说 以后有人请我去当独发群 他让不让我去 他说不行 一定不让你去 因为那个是一个 遭打人命的一个工作 那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那这个位置我觉得 我当然不是说 现役运可以当这个位置 但就不要忘了 尤其现役运现在的接触 他其实跟很多政治人物的接触 其实他应该有机会 有机会去帮 就更有效的 因为我现在有点担心 因为现役运达他 他现在为了维持这个 整个这个自力道路的运作 他其实接了一些案 有些案子当然也是在山群 有些案子在都市 那我觉得会消化掉他很多体力 因为他其实有部分 把力量都拿到 他讨厌的那个世界来 对不对 尤其是都市 我最近听说他在石牌的案子 那当然现役运达他说 其实我在那里的路上 案子还是 他比如说找到一些 一些技巧嘛 来解决这个 比如这种房子的品质 但我总觉得那些是小事情 我这样讲有点不公平 就是说那从 他个人的角度 从环保角度来讲 我许是不错 那对大都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那一根很清楚在开玩笑 我说 好啦 那个不用用冷气 然后可以更好 但是问题是我的小孩子 就还是处在这个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说 就是我关心的是一个 真正能够解决入市的问题 那当然现役运达这个时候 他当然也说 我当然只不够 人家委托我就 就解决一栋房子 那当然他这样讲 又回到我很常常 建文师的角色嘛 就是被体制吸收掉了 那只是 那其他建文师也很认识在盖房子啊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贡献 或许他不是从绿建的贡献 但他把房子盖漂亮 还是有贡献 那这个贡献就是 我讲的就是很微薄嘛 就是以后 如果你在这个城市以后 发给你一本 台北市现在建文的导游 然后找你东好房子 就这样而已啊 那台北市还是那么烂 是不是 以前曾经都会讲说 如果宜蘭再不好好想出一个办法 整治都市的问题的话 我跟你讲 你以后到宜蘭区 就买一本 黄森林的作品在这里 看一看 黄森林的作品在这里 看一看 你走了 如果你是一个学建筑的 或者你对那个地方建筑文化有点关心的话 那 我当然有些觉得说 我不是说鼓励 大家一定要当公部门 当都市 都发挥这个角色 但是你可以当他的顾问 有可能 现在其实国内已经有人在做了 像郭忠端 张继 他们跟公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他会当他的顾问 那 这个角色不要紧 你即便不能够当官 我知道我可能不能当 但我很适合去当一个顾问 就是我以前是一发发了 我怎么做 怎么跟他提很多意见 那 那我觉得就是 我做评论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很重 就像 我今天在做的 我在做的 就是我们要看出这个 这个专业问题做在哪里 就我们关心的是 这个现役区问题 现在有什么问题 没有错 他的社会议题是有的 那这件事情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让这件事情 持续走压局 而且他对整体完全是有效的 这个才是我最终关心的提示 这个 这个 你这样讲 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然 从都发局局长 这个 全省各县市的都发局局长 这个角色里头 建筑专业的人 介入 且提出看法 这当然非常有见证性 而且他直接切入题字内 那 这个 而且都发局局长的位置 很多人不会拒绝 所以一切就不用去等 就会有人去抢那位置 而且一定有很多人要做 我们完全不缺乏这种角色 那 反过来讲 体制内的位置 一定有人会顶上去做 而且顶上去有人可能很优秀 没有问题 那 体制外 是不是需要有人继续像他这样做 体制外的必要性是什么 那 那 他的 就算他 偶尔要出去外面接个案子 养活里头 如果他能够维持他们基本的平衡 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正在烤那个芋头 当晚餐吃 那当然也许芋头旁边还有肉 我不是说他没有肉吃 他真的跟我讲他在烤芋头 我就说他烤芋头 那也许他很高兴的说 我在烤芋头 所以好像他并不悲惨 那悲惨不是说他吃牛排 就说也不悲惨 而是他有一种快乐的成分在 那这里头 然后他继续他扮演的角色 就是说 我们在谈的是说 这是回到群伏中最早提的 他能不能够介入到一个更关键的位置 产生出更大的影响力 那这牵涉到 一个是 你在体制内必然能够产生影响力 可是体制内是 人人要争取的位置 他做不做都会有人做 那体制外没有人要做 所以 把一个愿意在体制外做的人 掉进体制内 是不是好的事情 或者说 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体制外的这个角色 不需要有这样的人 都把安到体制内来 产生影响力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体制外一定要认 我就是体制外 你也是体制外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两个都不盖房子 那当然 因为 幸运不盖房子 就是实验者 那当然 他其实 扮演的角色 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当然 我知道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体制内的 不过他刚才 这个软件会提到说 体制内 不是没有人 但是 有没有好的人 对的人 这个才是关键 我先意思是说 我们台湾那么多 建设的旅居长 都把旅居长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台湾市一样烂 不是想上来也一样 你去其他所有限制 没有几个限制弄得很好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用对人 是不是 你用对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台湾用对人的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宜蘭 因为宜蘭过去是林旺根 现在还林旺根 因为他们没有成立独法 这是建设局局长 但是以前 现在的文化局局长 是在林旺根的手下 也不能讲手下 他们其实只会是同一样的地政 但是他属建设局 所以以前为什么建设局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这两个人都有共识 而且一个是城江 一个是东海津西 所以那结合得很好 那金主 林青蓉 叫林青蓉 他现在调到哪里 洩藏体的地方局了 就高雄市局了 所以以前在蔡仁坚 在位的时候 新主是很有可看性的 那当然你不能说蔡仁坚 没有功能 蔡仁坚用对人 因为他把台北 从台北市把林青蓉找下 林青蓉是中原建筑研究所 中原建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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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些人好像还有点建筑的背景 那现在当然 比如说陆维平 他也是中原建筑研究所 他也要不外去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 其实有时候 丞相畢业人来扮演的角色 好像成功机率比较不大 因为丞相的人 在这部分其实比较弱的人 我所谓弱的 他们可以制定政策 但是真的要知道说 这边有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来整治 我觉得那个 还是要有点搞见如sense的人 而且他还要有点故事的背景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们不相应我的话 过三年以后 你们到台东县去看 台东县的楼梯又变漂亮了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 我手边认识的建筑师 已经开始在台东执行一些案子了 我说你怎么会去台东做 他说因为是陆维平找我去的 你懂我意思吗 人是关键性 没有错 那些东西都要经过公开的 公开的 你只要找对的评审 他就会是对的案 所以 陆维平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建筑师上一跳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台湾做建筑师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而不谈林青蓉 不谈鲁维平 不谈陈登青 不谈林旺庚 怎么是这样呢 没有他们 就没有这些跳舞的人 他们是搭舞台的人 所以建筑师要做这批人 所以在这里面 那个黄志宏讲到 里面什么这本书 他讲到说二世纪初在维也纳 有个人叫Martin Wager 如果你去考察一下德国 二世纪初 法兰克伯为什么很好 汉堡为什么很好 柏林为什么很好 你看一下 都法局局长在这里 全都是建武器上一座的 为什么他们上一座 他们就一天到晚 大家啰一啰嗦 从二世纪初就在那个 那些当官的人 旁边耳朵这样 一直讲一直讲 到最后他们就懂 你懂不懂 就说知道懂这些人还做 所以这些城市又变不漂亮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 我在举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政治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政治人 你千万不要讲说 你不是政治人 三月十八号要到的 很痛苦 就是要投身 对不对 那我们都是政治人 所以政治是一条垂直的东西 水平周线是每一个专业 这条线都不想要全部都跑掉 他没有机会 为什么台湾市一直没有机会 因为这条线没有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专业 因为你要随时准备好 为什么 他一动起来 你就要上天 那你要上一半 你怎么讲 你可以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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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当建务师 没有关系 因为有人搭我 就无所谓 对我刚刚他讲了 我倒是觉得那个 木马化应该 马上跟他签一本主角 推动台湾城市摇篮的神 把这些人幕后工程都发出来 只可以看一下 因为为什么有些城市开始改变了 那被 就是力量造成的 这个是蛮好的题目 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 阮均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台湾的媒体 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种事 经常在媒体曝光 就像信仪运他也在媒体曝光 但是当然信仪运曝光 我觉得 我觉得合情合理 因为他真的是自得关心 但是不要被神化 因为被神化的话 自己就不清楚 那你看我们在台湾的媒体曝光 都是这种事 从来没有人提到陈登青 没有人提到林盛峰 没有人提到儒威廷 好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都不去占领他 你都不去肯定他 这些人做一做就懒 那想说 我做那么多干者 你知道他们好辛苦的 在公布的里面 被市长K 然后被县长K 然后被地方派系K 你想想看 我说这个地方 来 我来做点什么事 地方派系马上就行了 说 这个工程最后要给我 怎么办 你怎么挡得掉 你说我不要给 我要给丘子就行了 所以 那位置多关键性 因为他要把那个 隔除掉地方派系 他要让好的声音进来 我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呃 先说我们 再抓一个很快的 对台 然后我们就 因为我想观众 可以有一些蛮好的意见 我们就帮一个观众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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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我发觉你讲 我们讲到人 那是人都执迷戴青的 还蛮直接勇敢的 还蛮直接勇敢的 你今天有录音吗 而且会做记录 在杂志上 一字不敢 一字不敢 没关系 啊 整个影课 会上去 现场有很多证人 完全造势 记录 是 我是开玩笑的 不是 因为我看他写建筑文论 他观点 他这两年 他的认真度 像他去写案子 写建筑师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以前写建筑师 我通常只去看他们一次 他只要看 他到底都会做钱 都会比我多跑 两次 那个次数 平凡度 那个认真度 都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看到他这么认真 我都觉得 我实在 应该 再认真一些 所以我也都去看一次 你有的地方好远 你刚才在台中 去看一次 我们要不要谈一下 关于这个 他的公社的问题 这张最后一个议题 我们就谈一下 公社的问题 因为其实 或许我这个议题 应该先让 把金元开来谈 因为 其实我很有兴趣 虽然这里面 其实都有 书信集里面 谈到一些 但是其实我还不是 完全非常清楚 就是说 目前这里面到底是 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公社 互助 互助会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西方 是一个非常 强的传统 其实包括到科比义 这个传统都还在 只是我觉得科比义 把它转化到一个 可以实践的层面 而且不是相守的 或许我们最后这一点 可以跟科比义 挂上来 因为我上次跟 南青月讨论过 因为 南青月对科比义 有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东西挂进来 去谈 关于乌托邦的问题 那 或许我先简单开个场 因为 也可以回应一下 现役运在台湾舰体里面 去把他的东西 跟科比义 做个比较 那我觉得 现役运 太逼顾科比义 也就是说 科比义 其实他关心很多议题 比如我随便 尤其他目前还在单体建筑本身 但科比义是真的关心 那个城市 就是从住宅 一直到城市 跟大自然的关系 所以科比义 为什么要那时候提出 当然那个大自然的人造 那科比义 很重要 但是其实 现役运这个议题 其实是没办法记得 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 由于在灾区 或乡村地方 这也是不重要 你想想看 那在台南多漂亮 一看就略有 隔壁就是什么大山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说 不能够反都市 因为在都市里面 假设我们短学 不能够改变都市的 这个大部分的季节状况 在都市里面 这种本性大自然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 第二个 其实就是一个市民化的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讲 社区营造 那当然这个 所谓市民化 我觉得跟幸运的东西 也会有点关销 之所以我觉得 它是以公社的方式来形成 那当然 它那个东西 大概更悲观 因为包括住 就说 自立造物这些原住民 其实我听说 听刘漢成讲说 刘漢成他里面的工作人 他好像都觉得原住民 他觉得说 他有钱还要换房 你懂我意思吧 说他自立造物的方式 他有钱 他不要住这个 他在换房 那我刚才为什么谈到说 柯比对市民文化有关 柯比在他的年代 他就意识到说 民主化以后 那个市民的参与也是不可逼 你看我们现在讲 社区营造 都是讲这件事情 那怎么样 柯比一的始终觉得说 我怎么样去 先把那个大的规模 做出来以后 然后让市民来参与 那他们的参与 不会改变这个大的架构 其实这是柯比一关系 那在这点上面 其实 限运菌是没有碰触的 那 那这里面 大家都会潜上层次的议题 比如说 关于骨骑保存的议题 其实限运菌这件事情 就是他的自立造工程 有没有复杂的 因为运行太遥远了 而且骨骑保存的问题太半了 这些骨骑都在层次 所以这个议题 也没办法碰触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其实交通的问题 交通问题 其实限运菌 它里面从它都没有出出来 所以限运菌很容易 就掉到 掉到一个比较小的 比如说 我刚才提到我这边 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比如说地方性的材料 比如说环保材料 竹 土 木 石头 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科比利其实也不是不用 其实科比利有些房子也不用 地域性的材料 我觉得这不重要 比如说这个 不能够把它拿去跟科比 现在讨论的这件事情 做对比 还有它 最后一个就是 关于乌托邦的问题 科比的东西 城市计划 除了这个 20年代初的那个 光危城 在新加坡 在一些欧洲 或美国的都市 有实践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 尤其在二五年以后 比如说我们看到 什么阿拉吉的计划 都没有实践过 但是呢 没有实践过 不代表它是不可能的 那更有意思 它能不能实践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里面 讨论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议题 关于大自民的议题 关于市民参与的议题 关于交通的议题 这个都是科比医混附到的 所以科比医的那个 关怀 我觉得是很全面的 但是 我们今天 即管可以说 这些乌托邦 未必能够实践 但问题是 我们关系人说 它提出的核心体质 都是我们现代性 里面最关键性的 因为民主化 不可避免的话 市民参与就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是谈的正经假想 就是讨论这件事情 但我们现在市民怎么参与进来 台大成交的人 在设计搞的东西 让市民的参与 最后让建築民 掉入一个比较媚蜀 这种 这种 这种科学院去 其实是 从某一方面来讲 那是一个市民教育而已 但完全不是建立 那是很大的危机 有什么,是有什么 那是 我学们学会说 一句话 柯林医 事实上 也是左派 他自己说 他认为他是左派 他那个时代 所有的艺术家 不是左派 就该去挑合 所以他通通说自己是左派 那 现在回头看 他未必真的是左派 也还是可以给经验 那 那 谢益骏 当然 谢益骏的作为里头 他的建築作品,可以看到很大的社會主義背後體制的觀念在 他把這兩個東西要結合起來 我們說柯比一是不是也試圖要把社會主義的一些理念結合進去 這個我是有疑問 柯比一只是很正確地在那個時代看到了工人的住宅這個問題的需求 還有都市一位人口在那個19世紀末二世紀出大量的突然大量的湧進來產生的都市問題 他去回答這個問題 他是站在一個專業的角度回答 他不是站在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角度的回答 那謙俊在回答建築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用那個社會主義的這個角度在回答 所以他在回答的問題裡頭有比較會思考到就是說 一個人存在的價值、人的公益、平等這些問題 那這些事情是他會去思考的 所以他會 他剛提的公設 他會試圖要他們共識 交換平等、換工、一切不用貨幣 這些都看起來都是跟那個共產社會的 那麥克風是內同的一個想法 可是他推行一個動 在他的那個 那個裡 光是那個 他少族的這個部落有時候就推不動 那推不動當然我們可以見到為什麼 可是事實上 我不覺得說 柯比一在做跟謝駿一樣的事情 謝駿關心的是人的價值性這個問題 那柯比一關心的是一個快速發展 工業化也快速發展 都市專業者要怎麽辦 回應的問題 當然他掛名字是說他關心工人階層 但我覺得那個 就是他們那時代的建築議題 每一個技術師都在做 那個白特也在解決一個都市問題 他們那個時代每個人都在解決都市問題 不管你是不是 左派、右派都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 剛才因為看到 就是謝英俊 他的這個公設 他的很多方 其實他 如果從西方建築史 曾經有過的經驗來看 其實他處於19世紀中業 而且是19世紀中業 最早那一批 那個都市外學家 其實有很多人也不是都市外學家 可能是白吉時 他可能比如說 他對居住問題來談到 過敏的話 也有很多人很可憐 希望透過一個 社會主義的一個態度 來解決出的問題 不過早期這個解緣問題 好像都是鄉仇 為什麼 都找一塊地 然後 可能去 去設想一個 不可能的居住方式 然後讓他 不上去地方去 這裡面他已經 其實一點的不關於 交通的問題 這些人看電影要怎麼辦 其實他完全不關於 結果這些人 就回到 可能原始民主結經 或者是中世紀以前 就是說 那種聚落 這個聚落跟那個聚落之間 平常 也可以很久都不要來往 我們自己種菜 又自己自處 所以早期的這個公眾文化 其實想法是怎樣 那我們不能夠說 憲英俊 他那個想法 是靠近這樣 但問題是他裡面很多關鍵 的確是一個傾向 比如說自立造物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你現在來幫我蓋 然後以後 我就幫你蓋 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就省價了 房子的 一些貢獻的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態度其實非常像 那個公社那個態度 那而且 所有這個 憲英畢這個行為 就是自立造物的行為 也都在鄉村出現 也都在鄉村出現 遠離大都會 其實這樣 起碼到目前都是這樣 因為他 如果他有辦法在大都會 來去搞一個這個 那我就配合他 就是說 因為你記錄大都會 但是可能性 我想不是很高 那如果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他的這個 自立造物 他的公色性質 他其實屬於自九十億中業 那最後 為什麼西方 西方人在整個 建文史的這個 脈絡中 這個東西後來不存在 因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相同的不托方 那科比利的東西啊 對現在很多西方 建文史家來講 包括最近 這個美國有個 中文建文史家 叫Ferenden 還出一本科比利的書啊 那 其此啊 那股力啊 還沒有被否定掉 那所以我覺得 看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科學一點 所以科學一點就是說 今天科比利 他提出了好多模型 那當然 新加坡只是 實現了他的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 已經被廣泛運用了 當然你可以去指責 說這個模型好不好 就像我剛才說 新加坡找得很無聊 你可以指責這個模型 不夠好 但是我 我跟各位講 新加坡的都市環境啊 從一個基本需求的條件 他就是比我們好 你回家 你就是比較不塞車 然後 下了捷運以後 買了東西回家 就很舒服 你的小朋友 在外面踢足球 就是有綠地 然後你看 現在伊蘭 也找了新加坡來做規劃 他就真的是 比如說 關於小區的概念 真的我的小朋友 以後上班 就不需要穿越 重要的馬路 所以他就不會被車子 就跟車子之間 就可以保持一定的距離 都是區域性的車廂 才會進來 所以不能夠否認這股力量 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還存在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科學人去看它的話 當然有部分 它的一些比較 20年代末提出來的 可能我們可以管它叫 西方人 西方建文史要叫 前衛無托邦 這跟相同無托邦有差距 二世紀書 很多重要的建文史 包括什麼陶特啦 很多德國啊 荷蘭 提出很多都市計畫想法 都很相同 就是說 幾乎起時代的檢驗 但是我倒不覺得 鄉愁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鄉愁它就是去反省 這個時代的一些事情 為什麼那些人會提出這個東西 為什麼信任會提出這個東西 當然看到我們社會的問題 那現在問題是 它解決問題的方式 它沒有正面面對 它當然它批判 它批判說不是 比如說營造廠 因為我們的資本屬於市場 或會霸佔技術 所以導致控制市場的機制 導致房價收收 當然都可以批判 我們也都知道這些應該要批判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不面對這問題 批判又將如何呢 也就是說 現象沒有的以後 我告訴你 這現在還是繼續這樣惡搞 對不對 我們建文史 還是值得裡面的共犯 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也許我們差不多在之前的先段中 讓觀眾你看了一天 那到最後我們再結一下 那結一下就是可能 我在想可以結的時候 因為到最後可以 再談一下說 你認為先進究究竟成就了什麼 從你的觀點來看 那你看現場觀眾 如果有對這個議題 還有對剛纳談的話 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921 你會不會把謝英俊拿來講話 如果沒有921 如果沒有921 謝英俊是一定存在的 所以謝英俊他會繼續 他裡面會用別的方法呈現出來 那這不是一個話題 這是一個社會現象 真實的事情 因為謝英俊不是在921那天 誕生出來的 他在921之前也存在 因為921才有致力照顧 那如果有別的事情 他不一定只能在地震後 支力照顧 他沒有地震也可以支力照顧 還有沒有別的人 因為我會心裡 他這一招 他這一招 所以 但是我剛才有 討會後 就進去接他 然後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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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一招 應該 到最後 在 原住民他們本身 會 情況 他們就 自己去找民電廠商 來告分 蓋 更大 更堅困 可以使用更堅困 然後 所以 以這一點來看的話 我覺得 謝英俊他是不是 會有點開 吉祥企業的 我覺得 到最後 他的 智力照顧的 那個 價值 就像是 類似那種 反省大地震 他的核霧 只是臨時 快速的提供一個 那個 居住的 基本生活的 那個需求 這樣 對 這次我覺得有問題 然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那個 今天老師有講到說 相反不在那個 那個 世界 之間的關係 那 那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 台灣來看 就是台北市跟台北線 這種 這種關係也是 就是 有些 像我記得前一陣子 在 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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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就 他就很明顯 因為台北線 那些 那些通行台北縣市 呢 都把熱車帶到台北縣 那 那 在緊陣子 我們記得 有新電的距離在旁邊 但是說 每次的水庫在行 每次的水庫在行 每次的水庫 用的 卻不是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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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就在 為這個事情 那 我們自己的辦法 實際上 在台北市跟台北縣 其實 已經 就是 流通平均非常大 所以 這卻不太正常 那 很多人也是 很多人也是中南部委員 然後他們 台北縣 直接來往 那 在台北也是 有很多台北縣 所以 這群是我的看法 那 不知道他想要 什麼 那個 他的房子 當然 真的都因為 租了他的房子 事實上 要抱怨 因為 比起來 跟 這些房子 看起來 好像 城市上 你都要靈性 然後 細緻性 沒有那麼好 但是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事實上 房子的 你剛剛說 兼顧性 都是另外一個議題 但是 我們要想 這些人 事實上 付出了多少錢 可能 只付了20萬 然後就 這個 你跟 這台北要花300萬 500萬 是兩件事 當然 他也許 我不知道 是他真的很不滿意 但是他的房子 他付出 如果說他的房子 也是給興趣 100萬一座的話 當然是不太多 可是他現在是 用20萬 30萬 得到了一個住宅 那 很多人沒有300萬 500萬 所以他們就 住沒有辦法 有個房子 興趣 要讓人相信 你可以在 50萬 70萬 房間內 擁有一個 你的房子 這個可能 他不是一個 唯一答案 你的房子不一定 就要像這樣 但是你有可能 在這個範圍內 有一個住宅 這個就像是兩件事 他的價位差太多了 那個在都市上 我覺得 都市 都市也是一個階級 基本上 你說香港 跟興建的關係 當然就是階級 那為什麼 台北人 為什麼 不搬在台北呢 因為台北的比較貴 低價比較貴 房子比較貴 那搬得起 當然搬來了 他得到比較高品質的 一個都市的服務 那為什麼 我要住在一個比較低品質的 都市環境 因為 你能夠買得起 什麼樣的房子 就在哪裡 那天武很好啊 跟你住得起天武 一定可以 建議計畫區不錯啊 可是他一定知道 你可不可以買得起 這些會決定一些 都市 但都市本身 它不是平等 它還是有那個 上下層的 那個結構關係 那這個東西我想 它牽涉到的 那這個是像 現在他們 都在談的問題 就是說都市本身 它應該具有 它不應該去取得太多 外面資源 然後把自己太多的垃圾交給別人 你自己都要適當的 不能百分之半的 你要提供給自己的資源 然後要解決掉自己的一些 你的污染的問題 這個是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有趣跟自主性的這個觀念 要慢慢帶進 所以香港 它不能都永遠依賴 比如提供一個食物給它 然後它就把垃圾再丟回去 它不能都用這個觀念 不管它付不付得起 就是一個 不健康的一個 對待城市 對待城市的態度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 今天第一點我覺得 這蠻有趣的 因為我剛才提到說 這個 這個 是一蓋的房子 這原住民 其實他們接受度不一定那麼高 所以接受度 他們還是把它給零食建築 那其實這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在 除了像 像歐洲和蘭大國家 其實很多建築新建築 都是這樣一個 看起來用零食建築的房子 蓋起來 那也有什麼進步的 但事實上是經過一點時間的實驗 然後很多國材中 都不能願意住在裡面 因為 但習慣覺得那個 可以是一個好品質 那我們剛才講到那個 澳洲建築 其實它蓋的房子 其實也都給有錢 我一直說 怎麼是有錢人的節奏 通常會比較 市民教育文化很高 接觸的眼睛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就是 就是說 如果這些原住民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有信 就是說 馬上的過去是怎麼 政治結構 然後 資源的分別 到底他們已經變成 社會的 比較底層 那今天他們 你現在也五十年了 他們也被教育 他們的觀點跟我們 派爾文化節奏 不一樣 就是他探險的觀點 所以當然你覺得說 你看他還是當英文人的 我已經當我來住這種 臨時家庭 那當然就是 再次當前 他的身分是更低的 因為我們台灣住這種 都是比較 不像是 或者是很臨時性的工廠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他會接受 真的要時間要非常長 他裡面 這個經濟因素 他最後也有可能會導致 有這件事情 不久 也是一個現運 現在很大的弱點 因為他在看完下去的話 如果原住民 他很像一個態度 如果他一直在原住旅行 但我剛才為什麼說 這個東點 這個工法運動 被發展 然後他其實要想辦法 讓稍微收入更好的 所以說 只有經濟條件的人 也來接受這樣的東西 但我覺得他 他就會回到制度 他制度的一個政府制度 就是說 我們在營業界裡面 可以運作的一種制度 比較擺盈的不同種 但是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制度 比如說 當這個社會那麼多人 都在使用 就是蓋房子之後 當然他就是一種制度 對 雖然他是 建文是蓋的 或是建文是蓋的 另外一個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想要那個台灣是個台灣 其實這個代表是怎樣 你現在如果在大 台北大陸會是更嚴重 你知道台中 其實這個經濟是沒有那麼嚴重 但一樣 你如果大陸的狀況就好了 從貨火 台中是火燈 開始的狀況就不好了 那台北縣 真的要這麼嚴重 我覺得這些資源 會性化分 都是有問題的 但這裡面 他有一個解放式 他就會又觸到那個 縣營區的同學 我意思說 都會要變得更大 你用意思嗎 就是要把那個台北縣 跟桃園縣 跟華腾台北的大陸會 若是我們情況 一併考 你再也不是台北縣 你不是台北縣 你不是台北縣 這個時候他的資源 就會被共享 沒有時候台北市 他可能 有一個人可能 可以想當習慣 大家可能就會騎 但是有什麼不合理 為什麼一般 後院的那些人 會騎一個機車來 每次搞亂的時候 你想想看 如果說他們 解運行有能夠到那個地方 大家可能就不用騎機車來 就是誰願意騎機車 所以我意思是說 他反而 這個解決於台灣的 都會去更擴大 所以 就正面 其實都跟我們剛才 討論性一定有些關係 這也是一個標準 所以 您反正你解決他的方式 其實你有可能 透過一個 都會的話 那種狀況 其實我是覺得 有兩種可能 一個人繼續加大 那個法治結構 所以我通常還是 桃園變成台北市 再小型台 終於變成台北市 通常是台灣市 那能解決問題嗎 我想不會 反而是 我決定是那個 因為一定有中心 或邊緣 這是單一中心的 如果說 這個中心確認 你那邊緣 只要是邊緣 你就是會 遭到邊緣的待遇 那唯一的就是 不一樣的中心 它變成是 越多越多越中心 就是 那個就是像 維新的 就是維新式的觀念 不要操大提示 因為 呃 七類多提出 其實 包括現在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下去就提出 一個觀點 把台灣的西部 分成三個大都會區 就好了 三個大都會區 我大不是說 整個 整個大都會區 這裡面 從政策經濟 反正都會有大好處 為什麼也有各自獨立 也有總統的區域 包括總統一天 搞好多事情 一時都總統的力量 他就全力變成 然後就變成區域長 比如台北都會區 台中都會區 高雄都會區 或是台南都會區 那實際上還有一個事情 都是港部業 現在看起來都有嘛 台中港 高雄港 那以後你對外競爭 那時候就 都獨立 那由於你在都區裡面 什麼都有 北部有科學 你覺得中部南部 那他就會變成一個 在政治上面 也不會觸到兩岸業績 對不對 各自競爭嘛 那以後 所謂中央的事情 他就只要去協調 就好了 區長就變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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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北都沒有 住基督的國家 但我覺得講的是 一個很大的 壓力 那當然 其實提到都會區 好 當然因為現在軟區 也很這樣子 很領培的 都會區 其實我覺得都會區 挺那麼可怕 因為 以我的經驗其實 如果到一些歐洲 比較目前已經很大 都會區 就反區多樣的行 其實都很可愛 而且 會區處 就是說我們都城市更明 就是說你有錢人 或者說 是來自我剛才講的 都在三十公 就坐三十公車 整個捷運 系統外面 就問他德國的資訊那麼好 就在死地出行 他其實都照顧到了 其實有體驗區 做的權力 跟行的權力 要被全面照顧到 台北市行還OK嘛 前面又有捷運 他開車區做的權力很可憐 有體驗區如果剛畢業 或者業務過幾年 你看 你現在能買到台北市 你買到住在台北市 對不對 連我 你看我現在 你的主要性格是 你趕快翻到台北市 最頭痛的問題 就是我現在 出還是買 你看 都是我那種大部分 所以 更忘了一個剛畢業的 一種 所以 所以我覺得 你怎樣做一個 多文化的方式 但是把自己的 回去 好你可以要 統合來考慮 洗衣服 因為他這樣才最後 重點 那我覺得 先拿一些提到的 危險層次 我覺得 真的 我真的不覺得 他的女士一定很重 OK 還沒有 因為 有些人很喜歡 物質 我個人很喜歡 因為 他的 其中下 主持 木材 為主要 這個建材 它是用這種建材 它有一個考量 就是它無反對水泥 如果從水泥拆掉的話 一大堆就是磚、鋼、鋼、鋼 也是一大堆的鋼石 現在它是從一種違規自然 我們要把這個觀點去募立木材 而且盡量是一個當地的創業 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 這些都不成為了任何事 我想它這個原則好 就是不成為了 它的褲子照片配色褲子 就是自視是人 很美 我們很希望啟動那樣的瓶 它放在你起募屋子 平均大概用的是十二瓶 十二瓶啦 那錢大概就是三五瓶外以內 也不是三五瓶 用它這種工法跟整體來講 我也可以問 我會問我不要三五十萬 你用的更為細緻一點 用的材料更為細緻一點 我這個屋子也起了兩百萬 他也可以幫我清掉 那麼至於說這個災民呢 他就進了這個褲子 他說如果我有錢的話 要換褲子 那這是一個價值的關鍵 因為一般人家都說 誒 江湖水泥天池栽 那才是褲子 很多人已經是這樣的關鍵 他們說 誒我現在住的是 鋪板的 甚至是 那個 竹子的 他就跟我們去看看 謝謝 謝謝 其實這位泰寒人能不能接受 沒有什麼不好的 當然應該是一種價值觀的問題 其實價值觀 而且就是我們的社會 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個價值觀 怎麼能不能共識 就說我也喜歡現隱居的房子 我就不查啊 它那些東西 如果今天 我當然不會在都市幹房子 跟周堯協調得很難 但我今天如果有錢 我每個人都會這樣 因為我要樂意蓋東西 像這樣 我現在還會把它弄成 感染室的一樓都標準的東西 就有點像我們早期 原住民那樣的感染室的房子 的確我覺得 它是一個駕駛官的選擇 現隱居的選擇 我不可否認 它在現隱居館 它出在 就是有人駕駛選擇 跟你不一樣 但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還在討論一樓房子的事情 其實我剛才討論很多 其實 我其實不只在管一樓房子的事情 就是說 現隱居這股利用它到底能不能延伸出去 但如果我不要一樓房子的話 就可以輸了兩百萬 現隱居可以把它每次弄得好 那 當然我有一個朋友來講 現隱居其實那些 比如說它用行鋼 其實行鋼 各位不要小看 那個行鋼在走房子的時候 它還是一種high-tech 其實說 現隱居的東西 它其實不完全是low-tech 沒有錯 剛剛做好了以後 所以它意思是說 它這個東西 它其實還是不得不介度 來介度一個high-tech 已經形成好的一個 視頻 然後來 用它的low-tech 讓實際好想 來蓋一個 所以其實 的確 好像是我們兩個說 high-tech的low-tech 有什麼重要的 不重要 譬如說你今天 西方人發明了 你就有用 你就把它拿進來用嗎 有什麼關係 顯得不妨礙關於文化的問題 重點是在於說 你蓋的這種情況有沒有能力 還有另外有什麼使用者 能不能夠接受 就像可不可以在1925年 剛蓋好那些 來住宅的老公住宅 人家拒絕搬進去 可不可以瞧不起我們蓋 都沒有裝飾的房子 誰知道 過20年以後 搬現營運的房子 有可能它概念災區的房子 全部國家把它指定為歷史古蹟 在進行的角度來講 很重要 搞不好信任 他剛才如果被指定的機率就不大 但他如果該使用 搞不好再被指定下來 因為在一個歷史當中 他曾經留下一個痕跡 很重要的痕跡 所以 我今天看這件事情 大家看著 好像價值觀 其實價值觀是最難搞定的事情 但我看到沒有辦法說 一個人的平衛不好 是不是 你今天 你住民他說 我今天有假話 我要去住那個旁邊的一個 我看了很難看 因為你們這些磁磚的房子 你怎麼辦 你又說你用不胃 不能夠這樣講 意思是很奇怪 對 我其實完全 好像就剛剛 對你講得很好 他很清楚說 謝謝你 另外就是 其實關於是價值觀 價值觀是誰在主導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家 我們的房子 該怎麼 那這個主導的 有一個已經存在的 我們要不要挑 如果我們不認同 要不要挑戰 那誰來挑戰 那我想 謝英在扮演這個角色 他要告訴你說 組織的強 不會比大力的強 那這個不會很容易 因為他畢竟是 單一的客人 那個要銷售 鋼琴 鋼琴 鋼琴跟大理石的 那個背後的機制力量 他大太多了 可是這個 還是要做 沒有 觀眾 如果沒有 我們先從最後 再拿其他的路上 你 你 你就 好 今天其實我從某些 我來聽很難的意思 那 當然我覺得 香港是一個開放的人家 其實 我也覺得台灣 應該要建立一些基礎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基礎 很好的 就是說 就透過 所以我們 很希望每個都不是學建築 說 這議題要被關心 主的問題要被關心 因為我覺得 當我們 我們主化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是市民的力量 因為市民的價格 會不會好改變的話 我覺得你也很難 很難 所以這麼可能做的 因為其實 你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 看見他會有關係 如果你這樣的話 政治人物就有反應 因為我們剛剛走到 這個政治人物 已經走到這個 當然 那當然 我應該他比較吸引一句話 因為 建築其實我覺得 這條路其實我還是非常辛苦 那 我當然我覺得他是 甘於 這樣 那一點 就是我所達的浪漫的地方 其實我一直想說 那個西藍漫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 但其實我們講到萊特 因為現在 有位 建築師我們叫 美國的建築國 其實我覺得那個人 也是很浪漫 其實我也是管他比較 很浪漫的處理 他對都市的提案 其實都很浪漫 那時代 因為習慣性大家都會 對自己可以想到 所以呢 那你就可以想到 那你想到這個很難實現 那為什麼科比一的東西 很難實現 就是因為科比一 其實是沒有那麼浪漫 因為他 就找出那個問題嘛 所以他那些東西 就很容易用 那我覺得就是 現在不寫不管 就是科比一這些 建築園 這些都市 能不能影響 我們台灣 我就進行 可以另外討論 但是我覺得建築 它是股幣一樣 千萬不要 讓它消失掉 也就是說 社會運動 關注的建築師 的價值觀 就是說建築師 他應該要一直走出 他那個狹隘的文學 的可救 他應該要走出去 然後開始對社會發聲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 興趣之後做這些事情 它的價值 就會 所以他就想打 把第一個程序 建築師 我們傳統的建築師 開始要認識到這個樣子 你不能夠站在背後 不斷遲疑 說這樣的東西 沒辦法隱屈下去 重點是 他自己的東西 就是你不曾經所謂 而且這個價值 我覺得是非常珍貴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我們重點來看就是 他提出這些東西 看來我 從我今天有看到 有關於新工家的事 關於一些臨時新建材的事情 說我們還是有可能 透過一個營造方式 那所有的營建成本降低 但是如果好的角度 尤其把這樣的觀念 透過一個 呃 低下經濟的方式 我們還想要塗水 這樣一種環境 那全面性影響 我們發生的力量 那這個是第二點 我覺得興趣 可能可以延遲一下 那這一點我覺得 需要公布 或者民間比較大的力量 那 那我覺得興趣 他們我覺得可以 這方面去思考一下 看有沒有可能性 那第三個我覺得 譬如說 天運還是非常 在公布這個地方 有沒有 想辦法 變回角色 也就是說 想辦法把公布 你要扯下來 你扯下來的話 讓這個所謂 自立造物這件事情 它可以去存在 因為這個存在 我覺得對台灣社會 很有可能 其實我跟你們說 這樣的方式 它可能只能在下面地上出現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整個樣 它永遠可以變成 一股非常大的擔心力量 也就是說 它可以提醒 那些部份 還有另外一個價值 只存在 那第一次我們社會 所缺乏的 那我們今天 對談的 謝謝各位 我們請坐這麼久 謝謝